每日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娱乐周边报道 欢迎点击右上角关注 说一不二在刘德华 张学友的那个四大天王时代 他们的时间就是最值钱的 所以导致了这几个帅男人 慢慢的变成了老男人 都不着急自己的感情大事 结婚了 生孩子也就很晚了 除了张学友还比较争气 40岁就生了孩子外 其他的天王们都是高龄的女 从此迎来上辈子的小情人的老天王 他们有各种宠孩子的方式 买私人飞机也只是其中一种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居然 还有吐槽女儿胖的另类宠女 男的一张学友张学友25岁 就结识了他的老婆罗美威 两个人分分合合 终于在相恋10年后结婚了 35岁张学友虽然属于高龄结婚 但在天王中他还是最早结婚的那个 5年后生下了长女张瑶华 时隔4年幼的次女张瑶轩 长女张瑶华3岁上幼儿园的 时候屡屡被高带偷拍 这个现象曾导致张瑶华很困扰 于是他就不去学校了 这个时候张学友开始自行 自己的保密工作哪里出了问题 而后张学友就更加严格保密 打了女儿的信息 现在大女儿已经长到18岁 网友们看的都只有一句话 美 Nember 2 刘德华 刘德华等一个红字了得 时夜如日中天 时他一直隐瞒婚姻状态 直到09年妻子朱丽倩怀孕 才公布早在08年 就和朱丽倩在马来西亚结婚 女儿取名刘向慧 像一块珍宝的小女儿 得到天王的无限宠爱 不想让她收到一点伤害 严格保密刘向慧的消息 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 她放弃自己的好宅别墅花钱 去外面租房自住 为了见到女儿和妻子 还特意买了私人飞机 看来牛德华真的很爱 她上辈子的小情人呀 Nember 3 功夫成功夫成 差点就变成大龄圣男 50岁时还和熊丹林 还是不亲不出的 直到她后来雷厉风行 的娶了网红老婆方苑 17年3月宣布 和老婆方苑举行婚 17年9月就晒出 一家三口的照片 她不仅面对大众晒 还要各种显摆 在和周润发搭戏时 也会把女儿的照片 拿出来给她看 来了其他人后 又要再重新解说一遍 还有就是郭富成 无论多忙 都会一个月回家一趟 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抱女儿 可以说这个郭富成 超级宠女了 Nember 4 黎明黎明 最近在微博 公开女儿正面照片 她还配文 呵呵好胖 嘲笑自己女儿胖的 也只有黎明一人了 不过后面也感慨 这种平凡的幸福 不过小宝宝 在照片中的表情 可以用吴可奈何来表示 可能她知道自己爸爸 在吐槽她吧 这一副一女 成功都笑了 各位网友 网友们都表示 好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客